在中国历史长河之中,秦朝的建立可谓一件大事,它一举结束了中国最长时间的分裂局面,完成了大一统帝国,这种丰功伟细,即使放在世界历史上来看,也是极其伟大的,所以,尽管残暴不仁,秦始皇还是被后人认为,是当之无愧的千古一帝。 在后世看来,秦国能够统一,固然是靠崔库拉朽般的军事行动,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强大的实力基础上的,这种观点在当时也被认可。 秦始皇认为,自己的军队以碾压之事完成了统一,他的王朝自然也是千秋万代永远传下去,所以他称自己为始皇帝,而让后世之君叫做秦二世,三世乃至万世。 然而,在当时也有一个不和谐之音,有一个预言就说,王秦者,古也,一开始,秦始皇也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,一来是因为在当时这种预言叫做土称,很是盛行,但是真为难判,如果每一条都关心,那就不用做别的事情了。 二来是因为秦始皇自己的身体很强健,他又信奉长生不老的学说,认为自己只要找到了长生药,就能与天地同寿,只要它存在一天,他的江山又怎么会垮掉,什么浮不浮地赶在他的头上动土。 因此,这则短短无子的预言虽然流行开来,也几次入了秦始皇的耳中,却始终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。 直到秦始皇的晚年,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,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永远皆是,他才意识到,自己也是个凡人。 天下并没有长生药,世人总是有生老病死的那一天,所以,秦始皇开始害怕起来。 因此,他当然要查出这个胡到底是什么,为子孙后世产除祸害,当时因为四海生平。 但周边的游牧民族还是,不断骚扰秦国的边关,不在古代是代表北方少数民族的意思,所以有,北胡,之称。 因此,秦始皇相信,这个胡就是北方蛮族,为了守卫自己的国家,也是守护自己的基业。 秦始皇想尽了一切办法,他下令将北方原有的长城加固,连接成一片,用来防止少数民族入侵。 另外,他又派出自己最信任的大将蒙田,带着几十万精兵驻守北方,时刻警惕胡人胡人的动向。 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将胡人全部杀掉,但做完这一切后,他自己认为已经心安理得,再也没有后患。 因此,当他驾帮的时候,他根本没有提及如何防范胡人的问题。 不过,千算万算,秦始皇却露算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 他的儿子的名字里也有个胡字,叫做胡亥。 通过一系列阴谋诡计,胡亥不仅害死了本该继承皇位的扶苏,也霸占了皇位,成为秦二世。 可惜胡亥并不是英明之主,相反他还很懦弱和愚蠢。 最终连路和马都分,不清的胡亥,在宦官赵高的怂恿下,败下一个又一个错误,最终葬送了秦朝的天下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,你所最信任的东西,也许是最靠不住的。